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主要讲述了哈利波特及一众小伙伴在后格沃茨发生的故事 哈利波特的父母因不支持弗蒂摩的行为遭到了弗蒂摩的毒手 但哈利波特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魔咒 反而给弗蒂摩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此时被魔法界广为流传 哈利成为了著名魔法界的那个活下来的男孩 影片开始 邓布利多带领一众老师将幸存婴儿哈利波特送往了哈利唯一的亲人家 几年后哈利长大 在这期间他一直被所谓的亲人压迫 哥哥欺负窝取在楼梯下的小隔间 一天哈利跟随一家人去动物园 因打理粗鲁的举动 哈利在生气时无意间觉醒了魔法能力 使关闭莽食的隔离窗消失 这导致哥哥掉入了观赏区 惊惧过度 胖姨夫因此非常生气把哈利锁在了楼梯间 并气愤地告诉哈利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魔法 开瘦在一起哈利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但非能一副想方设法阻止哈利看到信件 甚至为了躲避送信猫头鹰举家搬到了小岛上 即便如此海格瑞特还是找到了哈利 海格带着哈利来到了魔法世界的对角像 在对角像的魔法店买魔杖时 哈利知晓了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人的事 在去往学院的火车上 哈利遇到了之后的小伙伴 罗恩和赫明 进院后 分院冒孙从哈利的想法 把他分到了可兰芬多学院 这时哈利注意到了老教授魔药学的斯内部教授 以此上课的扎曲 哈利被推荐成为了学院最小的找球手 回到休息室的途中 不小心随着楼梯的移动误入四楼禁区 发现了三头怪 赫明注意到三头怪似乎在看守什么 某些学习悬浮咒的课上 罗恩因赫明的聪慧闹了矛盾 于是嘲笑赫明是个怪物 赫明听到躲在厕所难过的哭泣 却差点因为巨怪丧了命 好在哈利和罗恩及时赶到救出赫明 小伙伴们兵士前选 终于葵蒂奇比赛到了 比赛时哈利的扫帚失了空 赫明误会是斯内部教授要害哈利 于是失咒解救 哈利脱离险境后找到了飞贼 赢得了第一次的葵蒂奇比赛 圣诞节来临 哈利收到了礼物 隐身衣 在去禁书区找有关尼克勒梅的书籍时 哈利发现了魔镜 透过这面镜子 哈利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校长告诉哈利 透过他 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内心最深处 最迫切 最强烈的渴望 某次机缘巧合下 哈利得知有人从海格那里 套出了三头怪的弱点 并准备偷走魔法石 于是三个小伙伴 果断当晚出击 进入四楼晋渠 通过三头怪的看守 经过魔鬼网 找到开门药区 下淫乌湿琪 历经磨难 最终哈利进入到了最后的房间 房间里真正的幕后黑手 齐洛教授正等待着哈利 并亮出了腹地魔的存在 一番诱惑争斗后 哈利牵手自我打败了提洛教授 保护了魔法石 但腹地魔却逃跑了 学期截止 几个小伙伴的应用行为 获得了加分 格兰芬多学院 因此赢得了该学年的学院杯 影片至此结束 其中剧情起伏跌宕 故事开始 剧情误导了观众真正的幕后黑手 但在种种细节中 却也留下了暗示 对于影片中的种种场景 服装也很有 巫师及魔法需要的feel 自然了 李唐吉后面故事中的 自然真实 可以说对于细节问题 这部电影的水准是相当高 最后腹地魔的逃跑 也为之后的系列故事 留下了伏笔 整个故事主体围绕哈利 罗恩赫敏展开 虽其中经历不少波折 历险 但其中却又透露着友谊的温情